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二公布了波士顿爆炸案炸弹的碎片 包括扭曲变形的金属容器外壳以及电线和电池 调查人员说炸弹是放在一个深色的背囊里面 极有可能是一个改造的压力煲里面装满铁钉和滚珠 这种攻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当局已经圆红五万美元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帮助调查人员早日破案 这名联邦调查工特工说 没有人知道谁做了这事 在相距不够十秒的两次爆炸当中有三个人离难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 爆炸亦造成176人受伤 很多人失去四肢 麻省综合医院的主治医生威尔·莫豪斯说 这些伤者的勇气令人惊讶 他听到有失去一条大腿的伤者说 很慶幸自己能够生患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爆炸攻击是邪恶和懦弱的恐怖行为 他将会出席星期四 在波士顿为死难者举行的纪念仪式 全球各地在爆炸事件发生后都纷纷加强保安 在英国当地警方正在重新评估 将会在星期日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的保安计划